说起娱乐圈中的女儿努老爸就不得不提起刘更宏,虽然老婆又有一子两女,但似乎却是个炫女黄沫,爸爸去哪儿中,简直是厉宠一小泡芙。 众所周知,爸爸去哪儿节目中,不懂事的嗯,客气了小泡芙,这让刘更宏十分介意,他不仅将女儿不能给小男生亲,还解释这样我会很吃醋,很担心,女儿炉子太暴露无疑,不料该节目已经播出这引起网友们的网络热议,甚至上了热搜榜,一方认为嗯哼不懂事,亲亲只是他向小泡芙表达喜欢的方式。 另一方却认为,杜监应该早早告知,嗯哼男女有别,要尊重女生,对此,你怎么看待此事呢? 今日,娱乐圈内在见一位女儿如大佬,而她就是这引电影,我不是要神的男主角成友的扮演者徐峥,即演员,要导演身份于一身的她在圈内非常有名。 说起徐峥,她与黄伯,宁浩自疯狂的舌头后,合作多部了经典影片,包括《新花怒法》、《无人屈》等,私交赞赌的三人经常聚会,被称为铁三角。 今日,邦上曝光了一段学生老婆陶红上综艺节目时,说了一段学生与宁浩之间的去世。 他表示在女儿小宝两岁的时候,宁浩儿子抱着小宝亲了一下,不论杀真哥哥竟然很严肃的跑到宁浩面前说, 对儿子以后离我女儿远点,简直惊呆众人,就连名号都表示才两岁知道什么呀,真是没想到杀真大哥竟然是这样的,实力的女儿奴妃她莫属。